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洛杉矶整治流浪汉花费五千万 看萨斯城枪案或存在更多枪手 以军导弹集会物资援助卡车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2月21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卵 尽管获得提名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基海利 誓言将继续与全总统川普展开竞争 他的家乡南卡罗莱纳州 预计会在周六展开投票 然而民调显示他依然落后 川普大约30个百分点 海利的希望恐怕也只剩了 川普的刑事审判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尼基海利 正在抵制要求他退出竞选的呼声 他誓言无论本周六的出选结果如何 他都会继续竞选 直到3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 前总统唐纳德川普 则赢得了迄今为止 所有的初选和党团会议 这也让许多人 对海利的竞选之路产生了疑问 海利在活动中提出了 他继续参选的理由 也指出了许多因素 包括他认为一些 川普公开的支持者 私下却害怕他 最新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北卡州大幅领先 有65%的潜在选民都表示 他们更愿意支持这位前总统 只有大约30%的选民支持海利 这使得川普在初选之前 已经信心十足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爆料 上个月 上个月尼基海利在竞选活动中 筹集了超过980万美元 这也让他有足够的底气 继续与川普展开竞争 全国的流浪汉人数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急剧上升 其中加州的流浪汉人口 就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市长巴斯竞选时的目标 是将流浪汉们安置在室内 但从专案启动以来 也只有大约2000人住进了房屋 而该计划已经花费了5300多万美元 这可能是一个人的一生都被丢进垃圾桶的声音 在洛杉矶破纪录的大雨中 市政府清理了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窝点 市长巴斯在竞选中曾经提出 要全力解决该市的无家可归者危机 从现实层面来说 这些危机并没有解除 巴斯市长带着记者观察了清理工作 他让流浪汉们离开帐篷 跟上巴士 住进了临时的住所 然后无法带走的东西 自然就这样被清理 室内安全是巴斯市长所提出的项目名称 该项目旨在拆除这些营地 并将这些流浪汉安置在室内环境 在一项最新研究中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 对加州数千名无家可归者进行了调查 近90%的参与者表示 刚昂的住房费用 是他们搬进那些永久性住房的障碍 而大多数的受访者 也希望能够尽快离开街头 寻找住房的主要因素是高房租和低收入 当然还有歧视和不良信用 有些人甚至都没有身份证 有些人曾经被改出家门 也有许多人存在毒瘾 或是在身体精神健康问题上苦苦挣扎 2023年全国流浪汉的人口增加了12% 部分原因与疫情期间阻止房东驱赶房客的命令结束有关 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首次无家可归之旅 自从巴斯市长的室内安全专案启动以来 已经有2000多流浪汉搬进了临时住房 但只有329人搬进了永久性住房 而且这项计划已经花费了5300多万美元 但市政府认为这笔钱花得很值 并指出消防部门去年在涉及无家可归者的事件上 花费了近1.25亿美元 可即便如此 加州依然在努力解决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的问题 透过实施相关的护理法 将有需要的人从街头推向治疗的诊所 巴斯认为仅仅把流浪汉安置在房屋里 还不能解决问题 相反要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健康保障和社会服务支持 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无家可归者过多的问题 坎萨斯城丘长对超级晚胜利集会上发生大规模枪案 至今已经过了一周 两名可能的嫌疑人被捕 但今天调查人员表示 案件中可能存在更多的枪手 调查也将会继续进行 在事件水落石出之前 他们不会就此把手 今天距离坎萨斯城酋长对超级杯集会 发生致命枪击案已经过了一周 调查人员称他们正在收集证据 以追捕更多嫌疑人 除了被控二级谋杀和其他重罪的两人之外 检察官称 林德尔梅斯在集会上 与一名陌生人发生争执 并掏出了枪 随后似乎两匹人马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于是子弹开始横飞 检察官也称 证据指向另一名枪手多明尼克米勒 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43岁母亲死于枪击 他家乡的州长下令将办起致癌 这起事件最终导致20多人受伤 其中至少有9名儿童中枪 枪支暴力档案称 这是今年至少第48起大规模枪击案 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呼吁加强安全监管 而该州州长认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之前法院官员宣布对两名青少年发起指控 他们被因拒捕和违反枪支条例遭到调查 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人遭到追责 2月5日联合国的难民救急工程队派出了一支车队前往加萨北部 向该地区的约30万难民提供急需的粮食援助 尽管车队走的是以色列国防军规定的路线 但它还是被以军的炮弹击中 现在这一举动已经构成了潜在的战争罪 随着饥饿遍布加萨难民营 任何食物都在此时变得无比珍贵 但根据CNN的爆料 他们看到了联合国内部的事故报告 以及联合国与以色列军方之间的通信 其中显示运粮车队的路线是事先商定的 那么在已知路线的前提下 袭击运粮车很可能已经构成了潜在的战争罪 凌晨时分 一个没有标记的食人车队沿着安全的道路出发 凌晨4点15分 卡车到达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扣留点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驻扎 卡车在凌晨5点35分被击中 幸运的是车上无人死亡 而联合国声称他们的卡车 就是被以色列海军的炮火所击中 而且根据袭击发生两小时后拍摄的卫星影像 确实在该地区周边发现了以色列海军的船只 他们被部署在沿岸从西面进攻加萨 自从冲突开始以来已经有许多援助卡车被击中 联合国表示加萨北部现在依然有3万多平民忍受饥饿 但从1月份开始 其向北部提出物资支援的请求有一半都遭到了拒绝 而且自2月5日的这次袭击以来 他们被迫停止了向北部提供援助 国际发展基金会也指控说 他们的援助遭到了一再的拖延 而且一些工作人员还被拘留甚至遭受酷刑 而且即便车队进入了加萨 有些路线根本无法通行 卫星画面上的这个大坑就位于一条安全道路之上 这让物资的运送难度不断提高 随着人道危机的加深 以哈之间的战争也正在让当地平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北韩向俄罗斯游客开放边境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北韩自新冠疫情以来就一直紧锁国门 但近期一批来自俄罗斯的100人旅游团 成了数年来首次踏上北韩国土的游客 此举也被外界视作是莫斯科和平壤之间关系深温的迹象 两国从军事到经济的合作都将在未来变得更加紧密 在多年的近乎完全孤立之后 北韩为俄罗斯的游客们铺上了红毯 画面中的这100人 据悉就是从该国疫情封锁以来的第一批游客 他们成功登陆了金家政权所管理的国家 也象征着北韩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在日益加深 他们从弗拉迪沃斯托克飞往平壤 乘坐的是一架老式的俄罗斯飞机 由高利航空所运营 也就是北韩唯一的航空公司 美国与北韩的外交关系则于2019年在河内彻底破裂 当时金正恩做出了战略调整 加强了核武库 并且相比于华盛顿 他们更愿意优先考虑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 这两个国家都对金正恩的统治提供了不少帮助 也避免他因为史无前例的飞弹试射狂潮 而在联合国受到牵连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俄罗斯正在释放北韩被冻结的数百万美元资产 为北韩进入国际银行网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 也为金正恩的核武野心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火箭科学家也很有可能已经向该国提供了不少帮助 在本次的游客中 伊利亚·沃斯科列斯基是一名来自圣彼得堡的部落客 许多欧洲国家禁止俄罗斯游客入境之后 他将目光转移到了北韩 正如检奇的期术 远显明显的故事 故事他的父母教育 进行的保策 对待的故事 几件巨尸游空的园 逮球 缺口的未必要的 几件新兵 东西也有信息 这一名游客长名叫阿联打不强 比他正在陈梁 个人编续 由美国 这一名的工作人员 它们尽了 一名的工作人员 数得砸成为区域 但在画面的美国 中央手段 他没有很感極的感受 我不能把这感受度 有一样的体感受到海中 同样的旅行将会在三月份再次举办 而且票已经全部卖完 对于两国来说 这样的旅行团不仅仅是为了游玩 更多的是为了打破隔阂 随着地缘政治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剧 中俄朝三国之间的联系 或许会比以往变得更加紧密 自欧战争以来 欧盟农民这几年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当然P7半岸农民今天齐聚马德里 抗议国家补助不足 波兰农民则在边境把乌克兰运往欧盟的谷物倾倒地面 布满欧盟免除乌克兰食品进口关税 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在工会联盟的号召下 示威者于林明时分 开始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多个地点聚集 高举抗议标语 并要求其产品的公平价格 农民等待分成五队的耕耘机 抵达独立广场中央的集合点之际 身穿黄色背心的抗议者挥舞西班牙国旗 敲响了牛铃 同时用扩音器播放刺耳的音乐 阿尔卡拉门纪念碑周围的交通陷入瘫痪 由于抗议者挤满街道 多辆公车被迫中断行驶 工会高阶代表科特斯表示 他们希望确保将生产成本纳入最终产品 这样销售产品才不会亏本 欧盟以外的进口产品也应该符合西班牙农民需遵守的生产条件 它特指的是乌克兰 因为俄乌战争对乌克兰的援助 导致乌克兰不必遵守与欧盟内部同样严格的规则和规定 从而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 除了西班牙 波兰的示威行动全面升级 农民在边境把乌克兰运往欧盟的谷物倾倒在地面 不满欧盟免除乌克兰食品进口关税 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同时将所有乌克兰过境点几乎全部封锁 各地的铁路、港口也受到干扰 货物卡关 而希腊也在同一天 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数千名农民集结在雅典国会前向政府施压 希望争取更多的经济补助和援助措施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接连发生核污水外泄事故 东京电力公司社长小早川志明就此事向民众道歉 周江安田文雄指示官员向东京电力严厉指导 要求彻底防范同类事故 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福岛第一核电厂月初进行清洗工作时 因为人为错误没有关闭阀门 造成约1.5吨的核污水 由排气口泄露到地面 东京电力已在周日完成了回收受污染的土壤 社长小早川志明就事故致歉 承诺负责带头改进安全措施 重新检视核事故处理设施和程序 并探讨引入数码技术 这次并非福岛第一核电厂首宗污水外泄事故 去年10月 有两名工人倾起核污水处理设备时 因为水管松脱而被污水渐重 皮肤受到污染 一度留意 日本经济产业项斋藤建 就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水外泄事件 招建了小早川志明 斋藤就说 希望东电在管理层积极干预下 致力并彻底防止同类事件再度发生 确保安全 又指 事件在日本国内外引发了忧虑 对报废反应堆的工作 能否顺利完成造成障碍 斋藤要求东电 分析其他作业 是否也存在 引发人为失误的因素 并积极投资 在可省去人手操作的技术 作为预防失误的措施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周三开会 质疑东电 恐怕涉及严重违规 指事故现场存在高放射性污水 工人面临安全风险 要求采取措施 防范同类事故 查清楚一再发生事故的原因 以免对策流于表面 东电则解释 该次事故源于 当时没有跟足预定日程工作 承诺派员监工将确保安全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两年多前 电影铁锈的片场发生致命枪击案 导致一名摄影师死亡 另一名导演肩部中弹 片场的枪械师因为非故意过失 杀人罪遭到指控 今天对他的审判将会正式开始 而发射子弹的演员鲍德温 则会在年底受审 这段画面来自2021年10月21日 铁锈片场发生致命枪击案 这名女子就是枪械师 汉娜 古铁雷斯 车车摄影机拍下了演员 埃利克·鲍德温 在排练中发射实弹 从而射杀了摄影师后 片场的状态 古铁雷斯 李德现在正面临审判 他被指控 在新墨西哥州的片场 杀死了哈连纳 哈钦斯 并试图篡改证据 古铁雷斯 李德对指控不认罪 站在哈钦斯身旁的电影导演 乔儿 索萨 也受了伤 肩部被同一颗子弹击中 检察官表示 审判的重点 将是片场安全协议的松懈 古铁雷斯 李德的律师 则说他的当事人 受到了不公正的起诉 但陪审团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实弹究竟是如何进入铁锈剧组 并在拍摄当天 进入鲍德温的道具枪中的 新墨西哥州的工作场所 安全条例规定 枪械管理员 要负责储存 维护和处理所有的枪支弹药 以及为枪支上膛 据调查人员称 在一个盒子 一个腰带 一个枪带 和其他地方 发现了六发石弹 并与假弹混杂在一起 演员鲍德温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 他目前已面临过失杀人的指控 只不过他也拒绝认罪 他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受审 副导演代夫霍尔斯 在去年也被判处过失使用致命武器罪 枪击案当天 他大喊安全枪 并把一把道具枪递给了鲍德温 铁锈的剧本要求鲍德温把枪对着尽头 根据搜查令宣示书 他从枪套中拔出了枪 当天下午1点50分 一发实弹射击 击中了哈欽斯的胸部 鲍德温坚称自己从未扣下板击 并将枪击事件归咎于 古铁雷斯 李德和助理导演 尽管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认定 武器不可能意外开火 扳机一定是被按下的 德克萨斯之后一名11岁失踪的女孩尸体 昨晚被发现 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凶手居然就是小女孩父亲的朋友 一直都在女孩家的拖车中生活 甚至还帮助警方进行了搜索工作 地方检察官说对此人的逮捕令正在准备中 当局也承诺会对其发出死刑指控 德克萨斯州利文斯顿社区 近一周来的搜寻工作 以悲剧收场 11岁的奥黛丽 坎宁安的尸体于昨晚在河中被发现 坎宁安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月15日 当时她正在家附近赶校车 但她没有赶上校车 也没有去学校 她家就在利文斯顿湖附近 而利文斯顿湖是该州最大的水库之一 经过多个执法机构 长达数天的搜寻 在催内地河中发现了她的尸体 因为当局降低了水位 所以潜水员可以到达该地区 现在我们将进行谈达计判识 去保险调查控制 显地方检察官正在准备对42岁的唐史蒂文·麦克杜格尔实施逮捕令 此人据悉就是杀害小女孩的凶手 波尔克县警长说迈克杜格尔是奥德利·坎宁安父亲的朋友 就住在他们家的拖车里 迈克杜格尔甚至还协助了搜寻工作 警长说他们正在等待法医提供有关坎宁安死因的讯息 但承诺一定会让凶手付出代价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间 好了 主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三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美股周三低开 三大股指延续了此前连续两天的下跌 市场聚焦英伟达将于盘后公布的最新财报 那该报告可能会阻碍或者是进一步推动 今年由人工智慧引领的涨势 另外美联储今天下午公布了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在上次会议上对过快降息表示谨慎 主要股指尾盘继续走低 收盘时段涨跌不一 道指涨48.38点 收报在38612.18点 纳指是跌49.91点 收报在15580.87点 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滑 调普500指数收盘涨6.32点 收报在4981.83点 大多数美联储官员在1月政策会议上表达了对降息过快的担忧 认为相关风险大于让利率过长时间处于高位的风险 那只有两名官员指出等待降息时间过长会给经济带来风险 预测者仍然关注通胀轨迹 一些人担心通胀朝着2%目标回落的进程可能陷入停滞 那总体而言 会议记要进一步表明美联储希望看到更多通胀显示稳步下行的证据 官员们一致认为利率可能已经见顶 但是还不能确定何时启动降息 美联储将在3月19至20日的会议上更新对利率和经济的预测 在此之前主席鲍威尔可能于3月初国会听证会上发表对前景的新看法 另外抵押贷款利率自去年12月初以来首次升破7% 打击了房地产市场刚刚萌芽的复苏势头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月16日当周 30年期定息抵押贷款的合约利率上升了19个基点至7.06% 创下了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好 今天的各股消息面 美国药房连锁营运商Walgreens股价在周三下跌 该连锁药局营运商的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地位被亚马逊取代 该公司纳入蓝筹股指数还不满三年的时间 此次转变是由于沃尔玛决定分割其股票 这将降低该零售商在该指数中的权重 Walgreens于2018年是加入道琼指数 成为了30只成分股中5家医疗保健公司之一 该股过去8年是有7年出现下跌 自2024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了近15% 好 来看一下今天收盘 Walgreens收报在21.75美元 下跌2.51% 好的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李维京在纽约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线 以上就是今天2月21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今晚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明天同一时间